作词 彩虞 何龙以后 博利 dawn 每次的话都是要带很多东西 我已经习惯了它这样子 已经见怪不怪了 我们看到他肯定是心里难受的 因为他作为一个老人家 这些东西他要准备很久 他要一点一点 把他搬到 他坐大巴的那个地方去 然后再把他一点一点搬上车 我除了心疼 更害怕别人嫌弃他 但是又劝不住 他很固执 一说不让带就生气 他会认为我在嫌弃他 认为我不需要他了 也许这就是他表达爱的方式吧 我不得不接受 这就是中国是负爱 不善言耻 说不说口的爱都藏在行动里 默默地付出 不计回报